2002年的年初 我收到医院的通知 说我小朋友白酒球低响 最后就是所谓的AL 即性淋巴白血病 俗称血癌 那经由这些 他化疗也好 他住院的过程当中 父母跟小朋友亲子关系 家庭跟医病的关系 这样子的一种 所谓的儿童医疗 这么重要 那我们如何来做好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那我就成立了 瑞幸儿童医疗基金会 让这些生病的家庭 生病的小朋友 得到更好的一个照顾 包括我们直接捐助 包括我们弄瑞幸儿童医疗天地 我们做了团体 我们请了儿童友善辅导师 最困难的还有一个叫亲子游 亲子游是重症的小朋友 你要带他出去走走 小朋友的生病跟我们大人 并不完全一样 他们是一种同侪 是一种渴望 因为他们还在长大 生病躺在床上 更会让小朋友丧失了 或者是失去了欢乐 事实上 失去了欢乐 跟生病是同等重要 而且是同等辛苦 我常常在想 台湾有这个能力 有一个真善美的社会 是有机会的 我很珍惜 每一份捐到这个基金会 所以我希望我能够把这些事情都做好 我只能说谢谢你 而我会尽量做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